好 我們針對我們的虛擬機器 如果去把我們的一些檔案 那你要講說檔案是什麼檔案 就是我們的這個虛擬機裡面的這些運作的功能 如果假設這一台是一台FTP 那你們也學過Fire Server對不對 那這些Fire Server或者FTP 我們是不是都是會把檔案放在某一個資料夾 就是說假設我們會放在一個D槽的資料夾 或是E槽的資料夾對不對 那這個呢 可能是你要怎麼去放 但是我們現在來講是不是放在C槽 那你說你要放在D槽或者網路上 某個資料 或放在網路上都好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要讓它呈現一個模式 讓你看起來就是它連線的 它能夠去抓取或者是備任的動作會很快 那用什麼方法 你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假設我這邊要打一個D槽 那D槽怎麼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呢 檔案 設定裡面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虛擬機器裡面去新增我們的硬碟 硬碟 各位來看一下這邊有一個ISC槽 我們點一下它 好 這裡呢 有一個硬碟 當你呢 這個我們的設定裡面呢 你有哪些功能或者一些設備想要加進來 像光碟機一定要加進來 對不對 你現在是有沒有光碟片 對不對 沒有 那你要放光碟片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光碟機加進來 這樣知道嗎 在我們ISC槽 按下點它 按下新增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看新增之後是不是要讓你選擇路徑 就是我們光碟的印象法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呢 我們現在呢 你看我要 產生一個硬碟 我是要點硬碟 按下新增 好 這個部分呢 各位呢 你在新增虛擬機器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說 會產生一個硬碟對不對 這個硬碟呢 是一個虛擬硬碟 然後呢 它 你設定大小 那這邊你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虛擬硬碟 對不對 那硬碟呢 你可不可以去選舉 可以 但是你知道在哪裡嗎 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現在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位置來做新增 好 這個新增 來 我們按一下 這裡有一個新增 好 按了新增之後呢 各位來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我這邊是點的是我這個硬碟檔 你如果在這個硬碟檔上面這裡點新增 可不可以 也可以 知道吧 但是這裡會呢 到時候呢 會讓你有一個錯誤的一個假象 因為不小心會點錯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先點正規的做法 硬碟 讓你按下新增 好 這裡就可以呢 按下第一個下一步 好 這裡有三個硬碟的一個方式 那差異硬碟 各位有沒有使用過了 有了嘛 對不對 就是呢 我們現在讓你有一顆作業系統 那你可以呢 針對這個作業系統 來把它做一個 當母碟 當複吸硬碟 然後呢 我們去參照它 那這裡還有兩個 一個叫固定的 一個叫動態的 那基本上呢 我們要是建議各位 跟我提的一樣 如果說你今天公司裡面 你的磁碟 你能夠掌控 那我們建議你呢 用固定的 知道吧 那除非你非常不夠了 你再用動態 那動態會有一個危險 全部都送 全部都放一梯 500G 500G 那你只有一梯而已對不對 你有三顆500G可不可以 可以 四顆500G可不可以 可以 只要不超過你 使用的總容量不超過你一梯就可以 但是呢 你四顆500G的 是不是慢慢會增加 其中四顆加起來呢 如果超過一梯的時候呢 就產生總容量不夠了 總容量不夠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你的虛擬機就開了幾個 所以呢 我們在練習 當然我們會讓各位來用動態的 對不對 但是呢 各位你在工作上面的時候呢 我們是建議 用固定大小 不要用動態 知道吧 如果在工作的時候 但是也不是說一定要用固定的 那你這個呢 你自己能夠掌控 或者是真的容量不夠了 公司正在採購當中 對不對 那你GCU必須要起來 那怎麼辦 你就只能用動態 知道那一點嗎 好 那我們現在上課的時候呢 請各位用動態的 點一下它 按下一步 好 我們給它一個硬碟名稱 好 H 我們呢 給它一個 H1 H1 好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硬碟檔的名稱 你看它的名稱叫VHDX 然後看到它的位置 位置呢 我們呢 你可以放在網路上的 這麼一個地方 那剛好我們是不是有 零到所E多少的對不對 是網路上某一個位置 可不可以放過去 可以 原來那個詞別是讓你放檔案的 現在呢 也是讓你放檔案 這是只放一個檔案 叫VHDX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的練習當中 我們先把它現在瀏覽 我們剛開始呢 我們把它放到 跟我們的虛擬機 放同樣那個位置 好 那我們虛擬機 放什麼地方 是不是在我們的 WR1 裡面一個 VOLCHDISK 我們把它放到這裡 跟它放同一個地方 好 按下選取 好 放同樣的位置 來 這個地方你選一下 那你選錯位置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樣知道吧 那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找不到而已 不好找 但是可不可以找到 還是可以找到 只是你會到時候 你會忘記 但是以後呢 你還是會忘記 以後呢 你在一個真的網路環境裡面 你是其實 是要放在別的地方 或是放在這裡 這樣知道嗎 但是呢 也是在某個地方 看你的規劃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放在我們知道的位置 按下下一步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直接把指定大小 好 指定大小呢 我們先給它10G就好了 那這10G呢 我們剛剛講的是動態大小 所以它不會實際用到10G 知道吧 當你實際慢慢放檔案進去 放到超過10G 就會不夠了 好 10G給它 然後呢 按下下一步 好 按下完成 好 各位你看 按完成之後呢 你看它剛剛那個路徑 是跑到這個磁列上面來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剛剛如果你不小心呢 或者你故意的 那你不知道這個特性的 你在這個地方按新增 最後你要確定之後 是不是把新路徑放到這邊來 那新增率在這邊 你這一個硬碟 是不是做開機檔的 這個硬碟是開機檔的 但是它換成別的檔案了 是不是你這台虛擬就不開機了 懂意思嗎 瞭解我的意思沒 那也不瞭解的話 所以我一個同學點頭 來 我們從這個來看 這個是開機檔 該不該如何 MHDX 我按一下新增 來 選一下 這個硬碟 不是下面的 是原來這個硬碟 知道嗎 好 按下新增 好 然後呢 下一步 動態下一步 好 這裡就用這個名字不要改 讓你比較好找 這個地方 一樣選到我們剛剛的位置 好 選到這個位置 好 按下下一步之後呢 設定 給它5G 好 10G 等一下我們就刪掉了 沒有關係 好 這個設定好 按下一步了 最後是不是要完成 對不對 好 完成 你看看 看看呢 你看一下這個完成之後 它是把剛剛設定硬碟檔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硬碟應該放的是我們DW1的硬碟檔 它才是開機的作業系統 對不對 那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沒有非要特別注意 你就按一下確定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這台虛擬機器是不是就不開機了 因為它找不到作業系統開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新增硬碟 你可以任何地方 有好多地方 這裡可以新增 新增的也可以新增 在外面這個地方也可以新增 但是在這個地方 在新增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會把你原來的路徑改掉 那這時候你要做什麼 按一下瀏覽 對不對 去找回原來的這個DW1 有沒有 按一下開啟 不然呢 當我按確定之後 後面這台 這一個虛擬機就會 會死掉 就會不開機了 好按一下確定 新增一個VHD RD1的 好 這個也都正確的路徑 好 按一下確定 如果等一下不開機了 就知道了 沒有注意聽 對不對 再發呆 好了 新增一顆硬碟完了之後呢 來看一下 我們的硬碟 是不是要把它拿來用 要來放檔案 對不對 那在什麼地方 各位應該 有沒有知道在哪裡了 在工具裡面 有一個磁列管理 因為呢 它是掛在我們的 這個作業系統上 我們這個作業系統呢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硬碟 你必須要把它做一個VMET 掛進來VMET 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工具裡面 有一個磁列管理 好 錯了 應該是電腦管理 裡面呢 電腦管理裡面呢 再選磁列 好 剛剛那個磁列管理 是指於要清空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管理我們的硬碟 在我們的電腦管理裡面 工具的電腦管理裡面 有一個磁列管理 點一下它 它名字是一樣 好 這裡你就會發現呢 跟你連線ISGASI一樣 對不對 連線的時候呢 是不是會有一個硬碟 跑出來 那你們指向的ISGASI 某個電腦名稱的IP 裡面的某個檔案 對不對 那現在呢 你指向的是你自己本機裡面的 剛剛新增的VHD 知道吧 好 我按右鍵把它做連線 這個動作人家很熟悉 按右鍵做初始化 好 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呢 要去選你要怎麼選 如果以現在來講 大家都是選GPT 知道吧 效率比較好 但是你要想說 你如果公司裡面 有舊的作業系統 2012以前的 歸史以前的 那你要選MBR 因為它才能讀得到 所以這是格式問題 當然效率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用的都是2012以後的 所以我們就用GPT 按一下確定 好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配置 9.0G 對不對 就是我們10G 按右鍵去做什麼 磁碟機 新增 下一步 全部把它剝滅得掉 選擇磁碟 下一步 好 下一步 完成 好 這一顆磁碟 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 我們就看看我們的 作業系統 我們的檔案總管 你就會看一下檔案總管 裡面多一個E槽 看一下這個E槽 裡面是不是就空的 那你可以呢 我們舉例先隨便 我現在假設這裡有個檔案 就把www.root 對不對 複製 把它複製到我們E槽裡面 按右鍵貼上 好 是不是在這裡了 好 這個呢 在複製的時候 我說它的好用處是什麼地方 你今天在備份的時候 這裡 如果是你用的是Fire Server 檔案在Copy的時候 我要問各位 同樣是1G 同樣是1G 或是10G 同樣是10G 裡面有 1000個檔案 跟只有一個檔案的10G 哪一個call的比較快 1000個加起來是10G 你知道嗎 假設有1000個檔案 好 有一個是10G的檔案 放在裡面 好 哪邊複製到你的隨身碟 或者網路在傳送的時候 哪一個複製比較快 好 當你看一下 這裡我這裡是一個Fire Server 對不對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個檔案 因為你到時候會有很多檔案 都存到裡面 是不是要給同事啊 給你自己的檔案 通通放在這裡面 像各位想想看 我們上課是不是有給各位一個立場 對不對 這個立場檔案有多少 對不對 你們等一下可以拿 裡面簡單的資料夾 同時copy貼上 對不對 你就看哪個比較快 那一個檔案比較快 就是要用ISO檔 對不對 ISO檔是不是一個檔案而已 對不對 它是一個3G 對不對 3Gcall跟找一個3G 差不多大小的資料夾 你把它call出來試試看 你就會發現哪一個比較快 好 那你現在這裡面呢 是不是有很多的檔案都在立場 那如果說我要配備 是不是全選 複製 複製 複製對不對 然後呢 去做什麼 到另外一個地方按貼上 那這些你要call call到天方底 而且裡面可能有時候會斷掉 你要稍微等候一下 什麼的 因為有一些什麼 一些贊存檔 它不讓你call 對不對 種種因素都不管 你有時候就停在那邊 那如果這裡面呢 我全部包起來 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我剛剛講的 這個 複製裡面 那這個複製裡面呢 它是不是放在 我們的實體機裡面的 剛剛我們講 實體機裡面的 WW1裡面的 是不是這個 哈利1 那所以我們這邊是不是直接把哈利1 複製貼上去就好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檔案 它不是1000個檔案 這樣怎麼會是吧 所以呢 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注意什麼地方 就是呢 檔案 設定裡面 這裡就會告訴你路徑 然後按下瀏覽 你就會看到呢 它的檔案就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檔案在哪裡 那你如果在網路上 它會連到網路上 因為你已經有權限了 它會連到網路上 讓你看到 路徑在什麼地方 那你會找的是哈利1 對不對 所以你要找哈利1 那這個瀏覽子 讓你看而已 你不要亂選 對不對 你選了之後它又換位子 你看 我這個瀏覽之後 我亂選 我選這一個 按一下 是不是又換位子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一下 它會幫你開啟 所以我選到哈利1 好 所以你想想看呢 這個地方是不是一個檔案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現在呢 先到這邊 有沒有跟著做了 好 那另外就有個問題會出現 複製檔案都複製過了 對不對 那就算你有備份 或者你備份的不是最新的 對不對 不是最新的 那 那這個W1過掉了 機器因為你動一動 不開機了 對不對 不開機了嘛 但是呢 不開機之後呢 你可以看 剛剛我是不是摳檔案進去 那這個檔案是不是還在 對不對 這個檔案不開機了嘛 但這個檔案是不是還在 這個檔案呢 它是透過這個W1的虛擬機去抓它的 好 所以呢 回過頭來你看 那我這個W1 開不了機 假設對不對 我是不是也開始 像這個關機的 按右鍵選設定 是不是可以找到硬碟 對不對 所以一樣呢 你要透過這種方式 找到W1 有沒有 3W1按設定 是不是可以找到硬碟 對不對 就算你沒有開機 是不是也可以找得到 那你是不是知道路徑了 好 知道路徑之後呢 好 好 一樣我這一台呢 做什麼事情 按右鍵 選什麼 我們應該把它關機起來 來 但是我們關機起來看一下 我剛剛這個呢 是不是有放檔案 請各位呢 這裡面摳一些檔案進來 衣草裡面放一些檔案進來 來 放一下 好啦 我們現在用這台機器掛了 來 按右鍵 做什麼 關機 為什麼要關機 關機就是呢 讓這一個連線 它的抓取 有沒有 然後直接斷掉 關機起來 因為你實務上也是關機起來 對不對 好 關機起來 好 關機起來 現在問題來了 對不對 我們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啦 你約束有檔案要下 要抓起來 那這個檔案是你的 沒有關係 我再找 你同事的 哎呀稍等一下 對不對 晚一點我幫你找 但是你老闆的 我馬上要 這個就是環境來 對不對 五分鐘給我拿出來 不然明天不要來 開玩笑 對不對 但是 當然老闆要是不是很緊 對不對 那你呢 機器裡面呢 是不是可以找到 這個 對不對 但是開票機 那你就可以想啊 這個檔案在什麼 按右鍵選設定 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個 對不對 按一下瀏覽 好 是不是知道檔案在這裡 那很簡單嘛 這邊 Ctrl C 複製起來 因為這是從這邊開始的 流浪或視窗 對不對 我是複製起來 我是開檔案總管 對不對 我這邊再按一下貼上 是不是可以找到你的路徑 是不是可以找到你的檔案 找到你要的檔案 來 就這樣做一下 對不對 這就是你的習慣 當然你抄起來也OK 只是我這樣做是比較快一點 那你如果不這樣做 你是要一個再去選 是不是比較慢一點 慢一點而已 但是呢 當你腎臟腺素很快的時候 那你的壓力就很大 對不對 手都在發抖的時候 都會找不到路徑 對不對 因為馬上要 這樣知道嗎 就是老師給各位的情境 好啦 現在問題要找到了 檔案找到了 那重點是 檔案是不是在HT1裡面 那HT1呢 那我們是不是 你會想說 但是你現在坐在WINS的電腦前面 遠端連到這邊來 沒有錯 對不對 遠端連到這一台 好 那你是呢 第一個方法 是開其他的虛擬機器去掛載這一顆 對不對 是不是要去連線 對不對 那第二個方法 你現在是不是在本機上面 是不是這台 不管你現在是在12位的本機上面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本機上面 那當然這個現象 又是你現在 他剛剛存的檔案 才剛剛壞掉的 是不是馬上要的檔案 還有呢 是什麼昨天存的檔案 你是不是這個已經 假設你有備份了 這是不是已經備份到你的學生體 對不對 狀況都很多 那時候每個時間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重點要讓各位知道 怎麼去做這個檔案 好 怎麼把這個檔案開起來 那第一個方法 是不是開虛擬機器 有沒有 這台機器按右鍵設定 去新增一顆硬碟 再去把它掛起來 但是掛起來之後呢 你是不是還要再copy 對不對 還要再 因為是在這台機器上面 嘛 對不對 你要在這台機器上面 看到的 是不是要把它call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發Email 給你的老闆 或者怎樣 喔 不管怎麼樣 或者開隨身解存 那這台機器 是不是在社會上面 那你是不是要再用隨身解釋 是不是也是很麻煩 那我現在這種方法是說 我如果不要進到 我的機房裡面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呢 怎麼辦 檔案在這裡 那我現在跟各位強調說 這個你現在是遠燈桌面來了 好不好 對不對 遠燈桌面 了解嗎 好 那當然這個動作 後面我們可以試一下 好 這個硬碟檔 你看到了 很簡單 剛剛我們有跟各位介紹過 磁碟管理 有沒有 這一個 對你來看 對作為系統來看 它是一個磁碟 它現在是不是一個檔案 但是對作為系統來看 它掛在這裡是一個磁碟 不是在這裡啦 在虛擬機裡面 它是不是把這個VHDX 掛起來是變成一個磁碟 對不對 那變成一個磁碟的時候呢 我們想說它就是磁碟 那我怎麼把它裡面的檔案開起來 就是用磁碟的方式把它開起來 所以你想到呢 用磁碟的方式開起來呢 要開始檔案 我們的伺服器管理 管理員裡面 是不是工具 電腦管理 好 電腦管理就是我們本機的喔 你現在是開本機喔 知道吧 好 裡面是有一個磁碟管理 對不對 這是本機的磁碟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 裡面 是不是可以掛載一顆VHDX 剛剛我們是在那個虛擬機裡面 是裡面去掛載一個VHDX 那它是不是透過虛擬機裡面的設定的 裡面去新這個硬碟 那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磁碟裡面就可以按右鍵 去新這一顆硬碟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是不是這裡有一個 建立VHDX 重新整理這些特性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我們是 如果說我們要建立一個VHD 是不是要這裡找個地方 路徑 對不對 那你現在看一下 這裡是我們要去建立一個VHD 你看一下 連結 就是什麼 你要去找一個位置 對不對 那你看呢 我們現在呢 建立是不是要新增一個新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這個連結 我是不是檔案已經有了 好 連結 來 看一下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放在D槽裡面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剛剛前面有摳一個路徑 那你就知道 你在另外一個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可以透過這裡 你也可以找得到 或者透過這裡 Copy有沒有辦法 複製 然後呢 這裡貼上 是一樣可以找得到 在這裡 那我們要找到的是 Hard E1 是吧 開啟 對不對 然後按一下 確定 那因為你呢 可能會去修改檔案 或者你不要讓它修改檔案 只會讓它圍堵 你自己啊 你會不會不小心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 因為是練習 你可以用 不用圍堵 好 那我們按一下確定 是不是有一顆硬碟就掛在這邊 居巢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呢 在我們的本機的作業系統裡面 我放大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居巢 對不對 是不是看到剛剛的四個檔案 對不對 那我這邊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好 再新增一個資料夾 顯示我們有更改過了 那新增一個記事本 然後呢 打個1 對不對 打個內容 好 1 1 存起來 Ctrl S 存起來 好 你在開起來 這裡面有檔案 有內容 對不對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什麼 從這個地方 把老闆要的檔案 是會複製 透過圓燈桌面呢 是不是複製到你的本機上 對不對 遠燈桌面是會直接佈置 檔案不大的話 其實速度還好 對不對 直接一面就寄出去了 對不對 好啦 那寄出去之後 你就開始要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要去修理 這台虛擬機器 對不對 那虛擬機器修理好 你是不是就要開機起來 開機之前要注意什麼事情 剛剛我們這裡是不是做一個連線 對不對 因為檔案被這個檔案管理到 被你的 2019的這台本機 本機給 連線了 知道吧 它已經連線在這邊 已經在這邊使用了 所以呢 你的檔案呢 是不是已經被使用當中 另外一台去開它 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呢 你今天不用之前 這台已經OK了 好啦 我不用了 我就要去做什麼 這一顆硬碟按右鍵 做什麼 中斷連結 知道嗎 跟離線不一樣喔 離線是離線而已 是不是還是關聯著 對不對 按右鍵做中斷連結 好 是不是已經解決中斷了 好啦 再回到我們的剛剛這台虛擬機器裡面 W2-1開機起來 再去看看裡面應該多兩個資料 要加一個檔案 來 在那邊來看一下 好 這個連結呢 我們剛剛一直都還在 因為我們沒有去把它拿掉 對不對 那如果這是修理好的 你要去新增也過來 那我們剛剛裡面呢 就是呢 在剛剛的VCDX裡面呢 就新增了一個資料 兩個資料夾 對不對 加上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是不是一個111 檔案是不是內容在這裡 是不是就會 兩邊就會同時存檔 不是 兩邊就可以同時去 分別去存取 對不對 你就可以做一個備份管理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針對呢 我們剛剛呢 這一台虛擬機上面的 這一顆硬碟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顆硬碟 那硬碟呢 你可以看到呢 這一顆我們可以按一下檢查 這裡按一下檢查 好 它就會跳出 這顆硬碟的路徑 當然你可以是不是就可以複製 對不對 再來 你可以看到名稱 還有它的大小 上限 對不對 這個是10G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現在用了多少 你就可以透過這裡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呢 你在檢查中 這個已經到了8G了 對不對 或者你後面還在call 打開它 你知道預期它會不夠了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要把它這個容量都增加 那這個也應用在我們的作業系統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台作業系統 你是不是呢 裡面會去裝一些檔案 對不對 不管你是用固定大小 或者是動態 都一樣 都要檢查這個動作 你今天可能 你要說 我要去新增一個 某個軟體 要裝在這台Server上面 請各位不要放了就裝 知道嗎 因為在虛擬化裡面 你不要說 我就把它直接裝了 按照檔就直接把它安裝了 那你在虛擬機裡面呢 你要先去檢查 我原來這個硬碟 作業系統 現在有多大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 我用的是有127G對不對 我只用了什麼 3G而已 所以是不是夠 如果你像我們規劃 可以要40G 你已經用了30G了 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些緩衝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裝個10G下去 你說解決是夠 但是其實不夠 知道嗎 所以你是不是還要再增加個10G或20G 疊它 所以你在做虛擬化 安裝一些新的作業 除非你剛開始 你先規劃 你知道 對不對 但是你事後過了半年一年都沒有去動它 你突然間說 我們有一個財務系統啊 或者什麼系統要安裝 要安裝資料庫啊 什麼對不對 你要安裝之前 要去做什麼事情 要去檢查你的這顆硬碟的目前大小 跟你的上限 那檢查OK了 你再去做什麼 再去做安裝 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你就去做什麼 我現在要以下的動作 要去把這一顆硬碟 直接把它擴充 知道嗎 那這擴充 你可以看到 我按一下編輯 是不是針對呢 我要找的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硬碟檔 對不對 我按一下下一步 好 是不是只能擴充 對不對 按一下下一步 好 好 10G 現在是不是只能最多11G 對不對 因為它是讓你擴充 就只能增加 你不是減少 好 我把它做什麼 20G 對不對 按一下下一步 好 按一下完成 好 這個是 把針對我的這個Hard D1 它的上下線 有沒有 按一下檢查 再來看一下 好 是不是變成20G了 對不對 這是 你針對這個上下線 上線的位置呢 空間你已經設定了 可以到20G 好 按一下確定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去登錄看一下 這裡 好 到我們的虛擬機器 本的機器裡面來 你就可以去點我們的 我們剛剛講說 最簡單用答案總管來看 對不對 本機 你看到了我們這個E槽 欸 還是10G 對不對 剛剛是不是已經更改20G了 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10G 那這個10G呢 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沒有影響 你今天要裝一個軟體下去 超過10G 是不能裝 這樣知道嗎 但是呢 沒有影響的情況之下 因為這個是E槽 如果是在C槽的時候呢 如果是什麼 超過的話 對不對 因為坐線本身是不是也要一些容量 還有一些緩衝的空間 所以說呢 就會造成你的本機 就是能因為空間不夠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雖然我們外部的上下線 已經把它增加到20G了 我們還需要去把這個磁鐵 真正把它擴充 工具 電腦管理 好 這裡面磁鐵管理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一顆 原來的這一顆E槽 有沒有 然後 後面多了一個框框出來 叫做未配置 未配置 未配置代表說 你有規劃那麼多 但是你沒有用到 所以 如果針對 這一個 E 9.98這邊延伸出去 知道嗎 所以你要在這裡點 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點 就是針對這一顆 這一塊 針對它去做一個動作 那你要針對前面這一塊 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有變更 格式化什麼的 這裡有一個叫延伸 這樣知道嗎 延伸 給一下它 好 那我們全部都要用 我們是不是要全部拿來用 對不對 按一下下一步 這是全部嘛 如果移除這裡是空的 有沒有 這裡底下有一個使用 對不對 選舉的空間 你看喔 點它 是不是全部過去 你看你再慢慢增加 是不是這樣子慢慢增加 這裡啊 點過去 這是 五一 五一二 是不是就變成五一二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要自己去選取你的空間 要用 那我們現在呢 是全部 全部就把它移骨 全部用它來用 好 就一零二四零 好 下一步 全部按完成 這個 這裡才會真正把你的空間 全部把它毀滅成格式化 拿來用 延伸出去了 所以你的本機 如果今天是在作為系統裡面 那作為系統後面就會更 會更多了 所以這裡就會變更多 在這裡就可以看到你的檔案總管 這裡面就會變成 9G 是代表的意思 它還沒有更新 所以你去點一下它 F5 重新整理一下 好 是不是就是9.9 對不對 或者你灌掉再開一次 就可以看到了 那這個磁碟的部分呢 你要去應用 當然你現在是不是放在我們的 本機的低槽 對不對 那這是代表你的本機 機器硬碟是不可以壞掉的 對不對 當你本機的機器硬碟壞掉了 是不是這個D槽裡面的東西 這個E槽是不是跟著裡面的檔案 對不對 是不是跟著不見了 那這個E槽是放在 我們裡面的這個D槽 對不對 這個虛擬機的作為系統的E槽 是放在我們的本機裡面的D槽 對不對 那你的D槽裡面的硬碟如果壞掉了 是不是相對的 當然這個作為系統壞了 對不對 這個硬碟也壞了 就是沒有話講 對不對 但是作為系統壞了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嘛 重裝嘛 對不對 假設最壞 但是當然不見了 是你的心血 對不對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辦 好 我們呢 是不是 就是 黃老師有跟各位介紹我們是不是有 ISCASY 對不對 ISCASY是不是也一台SERVER 那也是一台SERVER的話呢 我們現在介紹是一台SERVER 對不對 裡面呢用硬碟空間來規劃出來 給你來用硬碟的空間 對不對 或者是用FIRE SERVER也好 那是不是都在虛擬機裡面 那虛擬機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個硬碟 對不對 就像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就是一個硬碟 對不對 那這個硬碟還是放在我的D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D槽不管的時候 我們先講HARD1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HARD1 當我的屍體機壞了 對不對 我能夠把它扣出來 那當然這個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是什麼 你每天下班你會去複製一次 那是最簡單嘛 對不對 那以前你要複製一次 是不是一千個打案 要扣半天 現在只要什麼 一個打案而已 是不是已經減少很多工作了 這個減少很多 你要相信 我跟你講 你不要以為我再跟你開玩笑 你如果整個 剛剛要用這個磁裂整個call出來 一個檔案這樣call 你真的會發酷 整夜都不用睡覺 你明天call這個就好了 對吧 那你call一個檔案就不一樣 好 再來呢 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呢 要讓各位知道 這一顆硬碟的管理 是不是很重要 它放的位置是不是很重要 對不對 你要不要放在什麼地方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跟各位介紹 好 那前面的部分呢 先介紹到這邊 好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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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